雪山隧道廣播 这条长达12.9公里的雪山隧道 将首度在汉光演习当中封闭 进行军事模拟 就在雪山隧道口 卫装设施已经准备就绪 秋十年的雪山隧道 是连接台北宜兰交通要道 在这次演习中 实无前例将演练如何组绝隧道 并在隧道内预制兵力 还有后勤补给 另外出口洞外 还有防卫突袭兵 战略动作一波波 雪山隧道位置成为防守关键 其实也是假想 假设敌军如果是从东部地区 包括宜兰沿岸来犯 要斩断最快进攻台北的方法 就是即刻阻绝雪碎 因为一旦敌军因此被挡住 还能有机会拖一点时间应变 而其实封锁雪碎 不只为了保住震惊中心台北 一旦敌军从淡水来犯 也有另一种意义 而万一敌军从淡水进攻而来 加想台北可能将要失守 反战手行动更是分秒必争 这个时候组绝隧道 同样也是拉长时间 保护元首总统 不论以车队甚至直升机模式 到花莲加山基地 敌军在攻台作战模式非常的多 那国军会针对敌肯的行动 都纳入考量 那整个雪碎封阻作业 是我们防卫作战其中的一个方式 雪碎首度组绝演练 可以选在深夜时段进行 虽然有40班客运将停驶 可能些微影响交通 但毕竟攸关国安关键 演习就视同作战 当森新闻熊至林英佑 台北宜兰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